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 两岸ING 第一种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 30分钟一起掌握新闻时事焦点 我们在今天要从美国 他最近的动作频频 来看美国的对外战略 美国总统拜登去年上任之后 预计会在20到24号展开首次的亚洲行 将要访问南韩以及日本 那么在日韩元首去年 还有今年陆续换人之后 美国跟这两国间的关系 还有所关切的议题 是否有了一些变化呢 那么拜登除了要和两国元首会议谈之外 也会在日本跟澳洲 印度跟日本领导人展开 四方安全对话 那么在美国和中国大陆处于竞争格局之下 台湾则是被美国纳入印太战略的一环 我们怎么样来看美国 拜登政府的亚洲行呢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 中正大学战略企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 林泰和来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林教授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知道拜登在去年上任之后 走访欧洲一些国家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先修补跟一些盟友间的关系吧 那么最近呢跟俄罗斯跟乌克兰战火 我们也留意到也频频跟欧洲一些国家互动 那么再者呢另一方面这一年多以来 像副总统贺锦丽啦 还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国防部长奥斯汀 还有副国务卿雪曼这些官员 则是亲于走访亚洲 那么包括中国大陆也有 当然呢我们也看到有参众议员 访问了我们台湾哦 好回到拜登首度的亚洲行 如果从整体美国对外战略思维来观察 教授你觉得他着眼哪些布局 好我想首先在俄乌战争的这个背景之下 尤其这是拜登的第一次的亚洲行 我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可以预期以后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整个国力会被削弱 那削弱之后呢 中国可能会更加崛起的这个趋势 那所以说拜登的这个上任之后 这次的亚洲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程 那主要这一次的这个主轴还是要落实 拜登在今年2月 由白宫行政办公室所公布的印太战略 那拜登的印太战略的主轴 基本上还是走一个抗中的一个主轴 那这个抗中的主轴呢 基本上整个他的一个方法 就是要争取盟友和这个伙伴的支持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安排 其实几个大的重点 就是要强化美日韩盟友的一个三边的合作的一个情况 那还有要提升所谓的这个四方安全对话的地位 然后可能还要协助印度成为一个亚洲的领导力量之一 然后还要推动印太的经济的架构 这个是与美国为主导的一个经贸的机制 相较于中国大陆所主导的这个RCEP 我想这个也是重点之一 所以说我想整个主轴就是要去联合一些他的这个盟友 所谓的盟友就是说有和美国有同盟关系的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伙伴 共同来执行所谓抗中的这样的一个战略 那之前拜登在美国已经有举办所谓的美国东协高峰会 所以说东协这一块 其实拜登已经是大概处理好了 那现在的主要的问题还是要强化这个美日韩三边的合作 然后四方安全会谈 印太经济架构 我想这几个 就是拜登这次这个亚洲型 他所做的一些战略基本方向 美国看来是蛮有这个步骤的 是有他的战略的思维的 刚提到这个印太战略在2月份的时候 他们已经公布大致上的一个方向 那事实上呢 大家也应该还会记得这个印太战略在前任美国总统川普任内就提出 但是川普他是采行单边的主意哦 那拜登我们观察上任之后呢 跟一些国家的互动交流 我们刚刚提到说 跟一些盟友的修补关系到现在 他把主力放在亚洲最近有这些接续的动作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多边主义的一个做法哦 那么刚完成跟东协国家领袖的一个峰会 那么接续呢就是要来到日本跟韩国 那么看到目前所对外公布的美国总统拜登的行程 第一站呢会先到南韩 好我们就来看美国相关的一些发言哦 那么北韩从2017年起就没有进行核实 这是在媒体报道我们可以看到的 不过今年恢复这个试射洲际弹道飞弹 美方评估北韩可能准备会在这个月进行第七次的核实 所以白宫新闻秘书沙琪在12号就在记者会当中说了 我们跟盟邦跟伙伴分享这项情资 跟他们紧密来协调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首次亚洲型安排 这一次的重要动机吗 还有加上刚才我有提到南韩总统引席月刚上任 其实他在竞选期间就表态要希望提升跟美国的联系 包括重建韩美同盟 并且会在包括半导体啦 核电还有其他尖端技术方面跟美方合作 不想教授你怎么样来观察 就是说拜登的亚洲型这次前往韩国来访问 是不是也会趁这个机会进行未来可能的一些合作 但是美方的国家利益又是什么呢 我想因为韩国以习岳新总统是显胜以0.73%显胜 那以习岳他是属于这个韩国我们如果用保守派和进步派来归类 他是属于保守派那保守派呢他的主軸一般就是亲美抗炒 那所以说他会加强韩美的这个同盟 那会也会对北韩采取比较强势的一个作为 那所以说其实那拜登这次的亚洲型也非常需要这个韩国的支持 因为其实这个主持人刚刚提到 北韩在今年3月发射的这个火星17号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这个射程可以涵盖美东 那是北韩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飞弹 还有北韩在5月7号也发射一枚这个浅色的弹道飞弹 所以说北韩的问题呢是非常迫切的问题 那所以说拜登这次来这个亚洲呢 基本上是要和韩国来谈说那这个双方怎么样来加强这个韩美同盟的这个合作 那当然这个以习越总统他也是走一个比较积极加入 以美国为主导的一个西方阵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韩国这个以习越总统他有说 他想要加入所谓的这个三四五联盟 那所谓的三四五联盟呢就是韩美日这个三方的同盟 然后还有就是美日印太对话 还有这个五眼联盟这个奥加纽这个银美 所以说可以从整个以习越总统他的这样的战略的主軸呢 他是走比较亲美 然后对朝鲜呢这个对北韩呢比较强势 然后他也比较希望能够改善这个韩日关系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东北亚的这个趋势战略的主軸 相较于文在寅总统会有比较关键转变 所以说美韩的这个合作呢会更加积极 然后也会更加的强大 至少在以习越总统目前他所公布的一些政策 或者是他竞选的时候所宣称的他要执行的一些政策 我想可以这样的来解读 好那提到南韩的新任总统以习越是比较亲美 所以后续我们可以来观察所谓的三四五联盟 他会怎么样跟这些国家有比较紧密的互动 当然美国总统拜登的亚洲型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 到底会触及什么样的议题 我们就会持续来观察 不过现在我们接下来关注的相关的面向也是 尹习越他在竞选期间提到要扩大部署战区高空防御飞弹 萨德反导系统 大家应该也会知道这项系统是在2017年在南韩境内所部署 但中国大陆是强烈反对 认为会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其实有些专家是解析萨德的雷达探测范围能够达到2000公里 当然这远远覆盖的中国的东北有可能会泄露情资 也因此呢 所以中国大陆就抗议着韩国企业 甚至封杀了韩国艺人 可以这样来说吧 韩国也付出了代价吧 但是如果说美韩的关系不错的话 持续合作部署 表示韩国在美中之间选边了吧 还有美国对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是会显得积极吗 所以也可以看到就说 那中国大陆是否会强硬以对 或怎么样的应对 简单来说就美中关系 是不是可能因为这样的部署动作 会更趋于对立呢 我想主持人说的没有错了 因为这个SARC系统它的雷达可以侦测到2000公里外的一些飞弹的活动 那所以说对中国来讲是盲刺在背 也是韩国与中国关系里面非常敏感的一个课题 那之前在胡锦会的时代 因为韩国部署了这个SARC的飞弹系统 所以说中国也对韩国施加了所谓经济制裁或经济的胁迫 比如说这个禁韩令 然后对这个韩国的一些企业 然后乐天进行一些制裁和反制的这个行动 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韩中关系里面 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关系 那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这个乙锡越在这个竞选的时候 曾经讲过他要所谓的这个追加部署 或者是说扩大部署 他这个意思是说 其实萨德飞弹已经在韩国有部署了 他是属于临时部署的状态 那但是问题现在是追加部署的部分 那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太敏感 所以说在这次这个乙锡越政府里面 他所公布的这个施政愿景里面 并没有提到他要追加部署的部分 他也没有要说扩大部署的部分 等于是说留一个伸缩的空间 可能对乙锡越政府来讲 现在可能的做法是 他会所谓的强化他的这个临时部署的部分 但是是不是追加部署扩大部署 可能还要进一步的观察 因为这个乙锡越刚上任 那这个韩中的关系 而且中国大陆也派的王岐山来这边 等于是说一个郑国级的一个领导人 所以说可能这个韩中关系 还要去做观察 那因为其实两国的这个经济关系很密切 所以说这个韩国方面的这个经济 对中国的依赖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这方面是非常敏感 如果乙锡越真的是决定追加部署的话 那我想肯定会引起中国的一些 比较强烈的这个反应 这个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好 非常谢谢教授您的观察 就是说隐锡越竞选期间呢 输了这些话 但是在上任之后的对外发言 却没有再提了 所以接下来就要看美国总统拜登 这次访问韩国的时候 跟南韩总统尹锡越怎么谈 也没有触及到相关的议题 这也是我们在未来几天 可以继续来关注的焦点 如果真的是美韩联手 还要在追加部署的话 我看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 甚至南韩之间的关系 可能会真的起了很大的变化 好 我们这是在节目的前半阶段 非常谢谢中正大学战略 及国际事务研究所 教授林泰和针对美国总统拜登 上任之后首次的亚洲行 那么具有相当的意义 那么会访问韩国 日本 以及在日本境内 会展开四方的安全对话 那么有哪些关注焦点 稍后节目后半阶段 我们再继续请林教授来谈谈 下一站呢 美国总统拜登会访问日本 有哪些重要观察面向 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罗一军 COVID-19确诊者大部分 可在家中居家照护 期间注意自身症状 必要时联络居家照护医疗团队 或安排视讯门诊 收到自主回报医疗系统简讯时 请务必完整填写 也请告知同住亲友 就职或就学联络窗口等 依规定进行防疫措施 疫苗打三剂一起做防疫 由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疾管署提供 岁月静好 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梁安居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首次的亚洲行 刚才在节目的前半阶段 我们关注的是拜登的亚洲行第一站会访问南韩第二站 就会来到日本 而持续我们邀请中正大学战略技国际事务研究所 教授林泰和我们做解析 来到日本这一站大概有什么样议题可以来谈的呢 其实拜登访问日本 就会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 那么当然应该还是会以合作为导向 其实我们也关注在去年的时候 日本的前首相呢 也是有特别前往这个美国 大家谈的可能是疫情的防疫或经济方面的一些议题 那这一次可能会谈什么 美日呢各有什么样的国家力 从这个角度出发 或许会比较容易看得清楚 教授你怎么样来观察呢 我想有几个很关键的议题 那第一个是这个美日同盟 那第二个是美日韩同盟的关系 然后第三个是北韩问题 然后最后一个可能是有关于这个经贸方面 所谓的半导体研发和制造的这个合作 那首先我们谈这个美日同盟 因为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这个盟友 因为他们分别是世界第一大与第三大的经济体 而且两个都是民主国家 在某一个意义下面呢 他们两个也都是西方国家 因为日本自民自卫星以后 已经是加入全班西化 所以现在这个G7 这个日本是亚洲唯一的代表 所以说这两个美日的这个同盟非常的重要 对美国对日本来讲都非常重要 那第二个是拜登可能会试图去做一个合适 去发解这个韩日关系 因为韩日关系在文在寅的时期 是有一个恶化的倾向 因为先是有归安妇的问题 然后有所谓的二次大战 所谓的征用功的问题 所以说两方的这个关系 急速恶化 恶化到说本来双方有一个这个军事情报的 交换的这个保护协定 那这个协定也后来一度终止 所以我想可能美国会趁这个亚洲型 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试图去调解 日本和韩国这个双边的一个关系 然后做一个合适 我想这个对美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第三个就是北韩问题 因为最近这个北韩的动作比较多 是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和潜射的飞弹 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也需要 韩日方面的这个合作 所以说一个北韩的问题 朝鲜半岛飞核化的问题 其实是现在比较迫切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也会是一个议题之一 那最后第四个可能是比较属于经贸的层次 就是有关于印太战略里面 这个印太经济架构里面 所谓的这个供应链的问题 那这个供应链的问题呢 最关键的可能是半导体 晶片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问题 由于是半导体的研发和制造 因为这是二物战争 我们知道这个晶片呢 未来的这个战争是由科技来决定 那科技呢又由这个晶片来主导 所以说其实美国和日本呢 这次可能会针对所谓的这个半导体 研发和制造的这个合作 从更广泛的意义就是经济安全的保障 那这方面我想也会是一个 还蛮重要的一个课题 好 非常谢谢教授提出您的观察 那么我也为听众朋友稍微整理一下 在经济的议题之外 还有刚才教授您所提到的 就是日本跟韩国关系 美国可能会当个合适了 美日韩的关系是不是更紧密 我们看到美国日本的外向防长 在今年的1月初 有举行一个2加2的会谈 他们当时讨论是印太跟全球的安全 当时出席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就细数中国大陆 俄罗斯跟北韩 对区域跟全球稳定造成威胁 急需要深化合作 强化目前工具并发展新的工具 那么美日两国会在国防科技议题上合作 那么对这极因素威胁跟发展太空能力 当然我们不知道拜登这次 跟这个日本的首相 会不会谈到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呢 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呢 他在最近也说 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和平繁荣的基石 这也符合刚才教授您所提到的 美日同盟嘛 它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在这个安全上呢 他们也完成了这个美日的双边演习 好这是在美日在这次两国元首的会面 是不是会谈到这些议题 我们会持续来观察 也谢谢林教授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 刚才我在一刚开始也跟听众朋友说了 美国日本澳洲跟印度四国领导人 他们在这一次趁着拜登访问日本的时候 会来一场四方安全对话 这个领导人的高峰会 那么事实上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也有这样一场高峰会 当时谈的议题 包括疫情的应对啦 东海南海缅甸 还有北韩的无核化 气候变迁等等 这一次拜登访问东京行程当中 还将会有第二次的这个会谈 如果说它是更深化 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的话 应该就是会进步的合作 这也是不是可能是议题之一 还有这个经济的面向 有没有可能呢 也可以来说 就是拜登总统这次亚洲行 也可以把他视为来观察 就是说印太战略进行强化部署吗 对因为拜登总统上任以来 他把以前川普总统时代 这个四方安全对话 从所谓的这个部长级的这样的机制 把他提升为所谓的这个元首级 而且四方安全对话这个机制的地位的提升呢 也是美国拜登印太战略的一个重点之一 当然印太战略的这个焦点或者是他的亮点 就是印度 因为这个美国和这个日本和澳洲 他们早就有同盟关系 然后比较新的 比较关键的那亮点是印度的参与 那当然印度的参与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在这几年 因为领土的问题 这个各方面的问题 他这个印度也警觉到中国对他的这个威胁越来越大 那所以说其实印度会加入这样的一个对话 中国的因素是他的这个核心的考量 那所以说这次的四方安全对话呢 可能会集中在所谓的这个南海和东海 那东海这个地方当然是日本 那南海这个地方呢 因为印度他们近来有一个所谓的东进政策 本来是东旺 然后后来改成这个东进政策 所以说印度在南海这一块呢 他也希望扮演一个比较积极的角色 所以说我想四方安全对话 在这次拜登的这个行程里面 我想除了聚焦在乌克兰的这个冲突之外 那乌克兰的冲突 未来这个中国会有一个崛起的一个情况 然后还有会谈北韩的问题 然后最重要我想是南海和东海 这个所谓的海洋秩序的问题 自由开放的这个印太的问题 我想这个会是这一次的四方安全对话的 一些比较重要的议题 刚刚教授您有提到就是说自由开放 这我们知道这个2021年联合声明四方精神 就强调对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共同愿景 刚刚有提到东海跟南海秩序的一个议题的探讨 都有可能 刚刚提到乌克兰的这个跟俄罗斯的战火 中国大陆的一个角色或是它的牵动 你有怎么样来看 那美国好像在这一次的俄乌战火当中 外界在观察就是说美国的国力是不是刚好碰到这样的一个事件 有可能会崛起 刚刚你有用崛起这样一个字眼 您怎么样来看美国跟中国大陆因为俄乌战火 也有可能都会有崛起的机会可能是吗 我刚刚是讲就是说就是因为这是俄乌的战争 那我们可以预期这个俄罗斯的国力会慢慢的衰退 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这个预期在长期来讲 那这样呢就表示说其实中国大陆呢 就会慢慢的因为俄国的这个势力衰退 然后中国大陆可能就会成为一个老大 或者是可能为一个更重要的这个行为者 那可是这次俄乌的这个战争也造成西方空前团结 那西方空前团结就是美国和欧洲空前团结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也更凸显了这个美国在各方面的影响力 美国在经济在军事在各方面的影响力 至于刚刚提到就说有关东海或南海安全 但到印度这部分你有提到他们有所谓一个东进政策 那这个部分是跟中国大陆会有一些相关的影响 会影响中国大陆近年来在南海的一些布局吗 或说一些动作是吗 当然会影响 因为整个从印度洋到太平洋这边 其实这个南海是一个很重要的烟口 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石油的运输 要经由这个印度洋到太平洋 要经过马六甲海峡 这个南海这边 那所以说这个印度洋这边 这个对中国大陆就形成了一个挑战 然后印度也有意识到这样子 它要把从前它是以这个印度洋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战略重心 它要把它调整成这个所谓的这个东进 把它扩张到南海这一块 这个也是印度有意识到的 所以说这一块的印度太平洋 这个海域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亚洲的崛起 亚洲的经济发展要靠从这个中东进口能源 那亚洲往欧洲的输出出口 也要经过这一块 那所以说这一块这个印度太平洋 这个地区非常重要 尤其是这个马六甲海峡 这个烟口特别重要 所以说这个也是印太地区的一个焦点 为什么要把印度纳进来 它第一个可以透过它的这个地理 南部控制印度洋南海这一块 然后北部对中国做一个制衡 所以说印度的角色是还蛮关键的 所以印度它的态度 它会跟美国有什么来合作 就至关重要了 当然这几年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大陆跟印度刚好有这个边界的纠纷 感觉好像中印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去稍微不稳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在在都会有一些牵动跟影响 印度它是不结盟 所以说其实美国它本来想要拉拢印度去对俄罗斯做谴责 那当然因为俄罗斯和印度的关系非常密切 有一次这个军事方面的合作 所以说到后来可能这个Quote它的声明可能也用一个比较含糊的概念 比如说尊重这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这样带过 不会特别去specify俄罗斯 我想这会是也是一个点 印度跟俄罗斯也有军事的合作 印度的武器大概是70%都是俄罗斯 那所以在冷战的时候 其实苏联也是都支持印度对这个巴基斯坦的立场 所以说这两国的跃远很深 所以说这次印度它没有针对俄国亲屋发表谴责 也没有经济制裁 那所以说这个美国要拉拢印度 对俄罗斯这个部分可能比较难 我想如果这次Quote它要签署一个联合声明 也可以签 但是基本上它会把它就是含糊带过 可能是尊重印太地区的现状 或者是尊重这个国家图主权的完整 可能用一个很模糊的方式带过 不然的话印度可能不会公开去谴责俄罗斯 印度态度也会比较为难 它在公开场合 它也不太可能会这样做 有可能 好这是我们在关注美国总统拜登首次的亚洲行 这次访问了南韩跟日本 以及会展开这四方安全对话Cord 那么到底会有哪些议题关注的面向 我们在今天非常感谢中正大学战略纪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 林泰和解析 非常谢谢林教授 谢谢您 谢谢你 谢谢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华丽姐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同一周再会